来 异象港 一个销售一个主持 你先说说 你怎么就觉得你适合销售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销售的经历吧 就是之前在一家教育机构 做那个市场专员 他们就是做市场地推的嘛 就是面对面的和不同的人交流 然后让别人留下他们的电话号 和个人的信息这种 然后那一天要了102个电话号 那你算是最多的咯 对 你比你身后的第二名多出多少啊 他们最多应该也就要个30多个吧 你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我平时会看一些书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 看什么书 销售类的 还有那些销售心理学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会抓住每一个 比如说上一个客户他拒绝我了 我会想他为什么会拒绝我 是因为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或者说是因为什么 其他的点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会去想 你比较注意方法论 对 那你跟你的小伙伴比起来 你认为是态度的问题 还是技巧的问题 我觉得态度和技巧都有吧 那你占了多少 态度和技巧 我觉得我态度应该占六分左右 你在大学里还做过哪些 和销售有关的兼职呢 有没有带来相关的资料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有 我有一个PPT 这个是我在 就是我们家是种地的嘛 我们家种苹果的 然后我这些是在朋友圈里面宣传我们家这个特产 然后这个是我主持的现场 因为我其实做了一年多的主持了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意向的职业就是主持和销售嘛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 有一个岗位能结合销售和主持人的两项功能 就是网络主播 你考虑吗 可以考虑 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销售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当你成交某一位人 某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会很有成就感 嗯